虽然很不想离开我们温暖的圣诞小屋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出来了 我今天出来溜溜溜若鱼 然后来到了庞塔阿雷纳斯的算是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在这个庞塔阿雷纳斯的城里随意的去逛一逛 然后带大家感受一下认识一下这个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特别的小镇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没有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到底在哪 所以我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基本的科普 对不好意思 这是南美洲整个南美洲大陆 然后我们之前在秘鲁是在接近腰部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路往南非飞到了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 在这儿 但是智利它有这么长 所以我们后来又飞到了这里庞塔阿雷纳斯 然后点错了 点出了波维尼尔 这里是整个南美洲 它就在这个小尖尖上 它的对面就是南极大陆 然后它应该就是世界上离南极最近的最南部的地方了 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城市乌斯怀亚就在这里面 然后但是其实乌斯怀亚以南这一片都是属于智利的 然后我们这个彭塔阿雷纳斯呢 它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这一条海峡就是著名的麦哲伦海峡 就是麦哲伦航海的时候从这里就可以超近路经过南美洲 我这样解释清楚吗 清楚 这个城市呢不大 然后大概就是这么大 这么大完全看不出有多大 这个其他旁边是住居民区什么的 其实它的市中心就只有这一小块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些广场啊博物馆啊什么什么地方雕像啊 是 当然也不重要 这个城市也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路上沿街走一走感受一下气氛 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这一条大的就是麦哲伦海峡了 然后呢这边的港口还有这边的港口都是可以去坐船去南极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去看一看 没准就直接去南极了 直接登座 走吧 没换 左边的这个就是城市中心的五系广场 然后中间有一个大雕像是他们曾经的城市伟人 那我们去看看吧 行 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的时候出门就是街上一个人都遇不到 但是来到了城里其实也没有多少人 对 就是很小的城市 大概只有十几万十多万的人口 然后到处都很空旷 但是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解压 好看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场 大家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都会在长椅上无所事事的坐着 即使这么冷 即使这么冷也要来出来坐着 穿着羽绒服出来坐着 看这边的这两栋楼就属于是比较精美的这边的楼了 两个都是银行 这里果然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为游客而开的商店啊餐厅啊 就很本地 路上也看不到外国人 而且因为现在还不到去南极的季节 所以大部分的游客可能会12月左右 11月份才来 然后来了以后就是睡一晚 第二天就上船 所以基本不会在这个城市有什么过多的留恋 也许从来都没有游客在这住一个月呢 是 咱们俩也是做了一个很奇葩的选择 怎么说呢 你看多可爱 这个好可爱 这个店我要逛一下 这个我要说一下 就是之前 等会儿等会儿 看这上面也有 就是这种很神奇的像外星人一样的这种画满了彩绘的人 这个好像是之前在智利这附近 彭塔阿雷纳斯附近的一个很神秘的土著民族 就我在查 这个不是外星人 我在查这个地方有什么传统部落传统文化的时候 就有大量的这样的像外星人一样的照片 然后就特别神秘 你去那我给你拍一下 好 OK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哇 纪念品商店好大 刚说完没有为游客准备的店就出现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你通过这个纪念品就能看出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文化是什么 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文化就是他们 还有这个呀 还有企鹅文化 还有企鹅就是这种极地的东西 天可爱好可爱 好丑 好丑 好可爱吗 好丑啊 这个地方大家说是丑还是可爱 不是你看不同吗 你看这种 哎呀好丑 不是 我就说有这种 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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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好看的 我觉得这还行吧 这会起个脸吗 嗯 这里有一些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酷 对很酷 这很介绍 这是什么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 面具 面具 是不是 他们的这个民族好像叫做 Silknam Silknam 然后就会有他们不同的几种花色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 头子呢 就上面啊 他们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只有露出了自己的脚 全部都是 啊一整套的 这个人吗 不是 我就真的 我是不是很明白这个部落的人到底是 什么故事 我只好回去查一查 然后再给大家讲 这个部落的人怎么看路啊 没有露出眼睛的地方 好酷 这个可爱 这个感觉像是皮卡丘的表情包 就是肌肉男皮卡丘的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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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谁的脚 哦 这是牛脚杯 牛脚 真的吗 肯定是牛脚啊 谁的脚啊 牛 牛蹄 蹄子 我的天哪 这蹄子站在这儿 哎呦 蛮震撼的 蛮震撼的 我们不要动物质品 我们发现这边有各种各样的企鹅 卖有卡通的 有写实的 但是还混入了QQ 这就是我国软实力的输出 这就是QQ吧 是是是 对吧 基本上就是让它做的 它就是QQ 它的眼睛是这样的 是是是 肯定就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以为是中国的一种特色企鹅 会吗 QQ的身上还写着 彭塔阿雷纳斯 上面还有那个女的QQ 对啊 他们俩还一起来 对 你看 他们的真人就是这个样子了 难以置信 全身赤裸 然后把他们化成像斑马 啊 他们不是穿衣服啊 对 他们是彩绘 我以为是 哎 你看 天哪 他们是彩绘 我以为是穿着衣服 让人震惊 让人震惊 我的天哪 很酷啊 太奇葩了 太奇葩了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子的 哦 是彩绘啊 哇塞 这边还有本书 是大张的 看 这个就是当年真实的历史照片 这个挺可爱的 捂着自己的头 最后我们买的所有纪念品里面 四样都是这个原住人 深深的爱上了他 只有一个是智利的企鹅 其他的都是 看我选的这个 就感觉很像某种就是 世界级的那种 非常前卫的艺术品 我感觉仿佛在这个纪念品店里 逛了一个世纪 我都不知道要去哪 就往海边走啊 好的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了 开往南极的港口了 我们现在准备就进去登船了 哎呀 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错过了登船时间吗 下次再去吧 今天还是想回家休息 但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鲸鱼尾巴 然后呢 从这条路 走过去 这全部都是很大的船 我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巨轮 停在这条这个码头上了 其实我们有考虑过 都已经千里迢迢到这了 要不要顺便把南极去了 但是一是 也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二是觉得它其实不是千百种生活嘛 那是企鹅的生活 没有就是跟我们今年的旅居的 这个事情的主题不是很符合 所以只能遗憾的就 虽然到这了 下次再来吧 最酷的事情就是我来到这了 距离南极指使之遥 我就不去 我们现在走在这个路上 感觉就是一片荒凉 荒废小姐 就像走在一个荒废了的电影布景里一样 我们俩现在突然就有了一个目标 看这个红彤彤金灿灿的 Molcino 这个是一个大的中国超市吧 走 这么大吗 里面不会有卖泡面的吧 泡面拉面老干妈 拿一个推车 今天这集突然就变成了中国超市采购是吗 是 Chino 在放中文歌 香飘飘奶茶 你看 买都是中国进口的小商品 对 义务进口商品 感觉突然回国了 中国流水假善 没有 圣诞用品 没有 这个超市是一个卖 这个超市是一个卖衣服跟日用品的超市 谁能想到呢 中国超市竟然没有食品 走吧 把车放回去 街道走一走 刚刚问了一下 这个彭塔利纳斯好像并没有什么中国超市 就别想在这买泡面了 最惨的就是这种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 是啊 这么巨大的一个写着中国商城 那我们要不找个地方坐下来喝杯饮料 咖啡厅什么的 找找中餐呢 哇 风太大了 我就跟你说在家呆着 新纪元餐厅 看着像中餐吗 馄饨 还有馄饨 馄饨汤45 还有这种什么鸡肉饭 鸡肉饭50 我感觉好久没有被这么大的风吹过了 来看一看我们上的菜 苏点的是一个照烧鸡排饭 上来的是一个非常西式的鸡胸肉 这一份他们叫做蒙古猪 但是anyway吧 就是猪肉炒羊葱 看起来相对接近中餐 是是是 然后我的我感觉好像还可以 我的是一份馄饨汤 这个馄饨我觉得看着还行 哎呀 还没有给大家看过我们家的样子 对还没给大家看过我们家的样子 看着特别美好 来跟着苏的脚步一起走进 我们在智利的家 这个外观上一集没有拍 就像一个童话小屋一样 关 你不用开门啊 你开到我们的家 晚上这个里面都亮着黄色的灯 就特别的梦幻 是上一集好像鞋尾的时候 不然给大家看了 对 反正就不大 但是干干净净的 然后隔壁就是我们的那个房东家 我们就当邻居 好 你接 哎呀 谢谢 来着你 来着我 哇 哇 哇 好好好 反败没胜 好啊 这个是这个角度 所以我要打这个好角 能换上你这样的对手 我也算满足了 没事吧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 天派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夏天 关注我们 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把早上的碗刷了 可来其实想要在面后刷这些碗 让你们看到一个整洁的家 但我后来想想何必呢 何不把我勤劳认真 超时家务的这一面 给展现出来 有 点上我们的壁炉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准备很多吃的 因为我们明天跟后天两天呢 会去到智利 或者是在全世界最最有名的百内国家公园 然后那里面基本没有什么吃的 而且有的吃的卖的特别贵 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准备一些便当 是明后天的口粮 这就是你的便当 这就是我的便当 在这个屋里的时候外面的一切好像都跟我们无关 这个小屋就是我们铜墙铁壁的堡垒 是啊 只要加水一搅拌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可以 家常土豆泥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下次你也可以在家试试看 主要是先帮炒不开锅太小了 而且蛋有点不太健康了的样子 最终成果一大盒这个炒菜便当 加上四个三明治两种口味 解决明天的两顿饭 好